大家好,我是秦始堂的朱乔 都说心机吃不了热豆腐 今天就教大家做三款冷豆腐 完美的治愈,我现在就想吃豆腐的病 有这种病吗? 下来有这些 小葱洗干净 把绿色的部分剪碎在豆腐上 我有多不爱用案板,你们懂的 然后搓一些姜末,撒一点香油 撒点椒盐 小葱拌豆腐全新升级,2.0版本就做好了 下面轮到你了 海苔丝碎碎 最好不要丝太大 不然待会吃的时候用筷子切不开 然后买一圈辣白菜 中间留个洞洞 为什么要留洞呢? 因为这里有一颗刚泡完温泉的蛋 它这么好吃,你肯定不想让它流走 把它圈起来 再用海苔插上门锁 辣白菜拌豆腐完成 不要太介意我在鸡蛋上撒的那几片海苔 我也很后悔 last one 蒜香豆腐 终于要用锅了 把蒜片煎成金黄色 加一丢丢黄油 倒一勺酱油 注意了,这时候你需要马上关火 然后抱着锅就往豆腐的方向跑 用翻越秋名山的速度把酱汁浇在豆腐上 就做好了 这真的是到下酒的好菜 可惜,我不喝酒 豆腐真的是有超多种凉拌方法 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 告诉我你们最喜欢哪一款呢 我猜,你们可能跟我一样 什么,你说你不知道温泉蛋怎么做 再复习一遍 在碗里加水,打蛋,扎眼 微波炉加热40秒左右 温泉蛋就做好了 get